小女花不氣 哈囉各位L的朋友們你們好 我是林依晨 我來巴黎一定要做的事情 應該就是 像儀式一般 要去吃個可頌加草莓醬還有奶油 會接小女花不氣 這個角色這個劇本是因為 我對她的故事 非常 我覺得非常喜歡 一開始她其實是一個 市井 可以說小混混 小乞丐 所以一些 撒坡耍賴 在那個年代可能 沒有什麼羞恥心的事 這個小女孩都敢做 然後後來 她慢慢一步一步的 因為一些紳士的關係 那有人 就是有計劃地培養她 她最後其實會成為 一名江南的 女婦上 所以這個變化非常大 跟男主角還有一些比較 年長的角色之間的互動 也都非常有趣 心力善良 然後很美麗 全部 我比你厲害吧 評價這麼高 過去抱一下她 那你覺得那個時候很委屈嗎 沒有我是發自內心的 就需要好好地跟你道歉 然後抱一下你 常常會有兩個人 自己出去吃飯啊 然後一起做一些 就是我們兩個人 單獨做的事情 然後會把艾拉獎 托給媽媽照顧 這是我覺得我們 學習到的地方 小潔的媽媽是客家人 在家會給我們煮客家菜 我也很喜歡吃 所以我下一個的目標是 大腸 殭屍大腸 對 殭屍大腸 現在是在網路上 一直在看大腸 怎麼洗比較乾淨 對 升了艾拉獎之後 我覺得小艾非常的辛苦 希望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 然後想要有第二個寶寶嗎 當然現在寶寶提早到來 但我們都是非常的開心 所以算是 非常期待吧 我個人拍第一個L的封面 是對我來講非常有意義 然後也是 記憶到現在還是非常深刻的 應該有六年了吧 今天拍攝 這個我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有看到一些 很不一樣的我 這裡是有很多 很有趣的巧思跟想法 我很喜歡 我很期待 看到自己會是什麼模樣 過年一定要做的事情 我們家是非常的 注重拜年這件事情 所以一定要拜年 然後領押稅前 然後一定要大吃大喝啊 過年嘛 一年就一次 你實在有太好的理由 可以大吃大喝 新年的願望 我希望我一家人 特別是我的愛犬Pinky 可以都非常的平安健康 然後希望我的公司認真美好 越來越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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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与爱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割とセット的にはすごくシンプルなものでカラーペーパーで いろんな色のバッグで撮ろうと思っているんですけど それはもうご本人の魅力がすごい十分なので あんまり何も足さなくてもいいのかなと思って 私にしてはすごいシンプルなセットにしています やっぱりもうなんかなんだろう 光輝いているというか すごく内側から魅力が外に向かって パーって本当に光のような方なんだなと思って すごい楽しみですね カリスタート 1日月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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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日月間 8日月間 8日月間 大家好,我是 공열진 特別的演奏 很難 我愛過很多 《死亡的天氣》是一個劇場的劇場 是一個化妝師 我小時候的夢是小學生 我最難的工作是最難的 我一直以为一个新的努力 我认为一个优先爱你 那就是正常的答案 Hello EL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Tanya 蔡劍雅哈 去到一個新的地方 就住進飯店 要看這飯店有沒有Navigator 就是可以為你介紹 當地有趣的地方 那我覺得首先大家都要先問自己 就是我是什麼樣子的人 我喜歡是大自然呢還是 我喜歡城市 跟自己熟了以後 你知道你是什麼樣子的人 就會比較明確的會出現一些 一些選擇這樣子吧 我每一年我都會去選一個 我沒有去過的一個歐洲國家 我不喜歡有太多計劃 要有自己的步伐 然後順著鼻子走 麵包甜點 哪一個就是空氣中 有這個奶油的味道 糖的味道 巧克力的味道 就往那個方向轉就是了 我覺得一天很累了 以後回到飯店 就是要放鬆 要嘛就是洗澡 不然就是泡 泡在溫暖水裡面 可以放鬆心情 最好也是有好的view 因為你看到一個城市 快要睡覺的時候 那個速度放慢的時候 也是一個還滿有感覺的 一種氣氛吧 並不容易 怎會去看 1 那是最漂亮的 1 1 2 今天我們來到了一個非常神秘的地方 外表看起來看似一個荒廢老舊的倉庫 可是其實它是一個私人招待會所 那最特別的是因為今天 跟我們拍攝的那個攝影師 他們是來自韓國的團隊 拍攝的過程中 其實沒有什麼太多的閃光 只是拍出的我如仙女一般的美麗 那當然我本身底也很好 就是因為我保養妳做得很好這樣 所以呢就是 你知道看起來像一個angel一樣的 像天使一般的國俠這樣 我是一個很獨立的女兒 把自己照顧得很好的女兒 不讓爸爸媽媽擔心 而且有能力會照顧家庭的女兒 我爸媽常常說我是他們 上天掉下來的禮物這樣 我算是個乖孩子吧 我沒有太多的叛逆期 最叛逆的想法是說 想要帶著我媽遠走高飛那種 都成長了也都長大了這樣子 變得能夠更自在的享受 現階段的這個老年生活 今天出現了另外兩位演員 兩位模特兒就是烏龜 然後陪我一起拍攝 雖然大家說烏龜走得慢 但其實他在那個攝影鏡頭前面 他一直走得很快 我覺得他應該是很緊張 我們常常就是講 嚇到就是會有一些生理狀況 然後他們兩隻都紛紛的 屎尿齊飛 他一定很害怕 想像如果有一個巨人 把妳一直舉得很高啊 然後在一些很多人的前面這樣拍攝 應該也是真的會嚇到屎尿齊飛 可以理解烏龜的心情 因為我平常的時間觀念跟輸入 也是偏向烏龜類型的 所以我很能體會烏龜的心 很反骨的一面 反骨的一面就是很忠於自己吧 做自己的就是最深的 叛逆跟最反骨的一件事情 自己的人生主題曲 異界人生嗎 小朋友有沒有聽過異界人生嗎 他自己說他自己是小朋友 舉手可惡 這十幾年來就是出了社會 就是藝人的工作啊 其實這首歌真的還蠻貼切的啊 有帶上燦爛求榮 有帶後笑無聲情 啊啊 夢夢夢夢夢夢 改靈性 靈靈亂亂都被人情 有帶上燦爛求榮 有帶後笑無聲情 我要等一下 被da ノ ixington 就是偏遛 也很遥 咳泰都被人情 咳泰都被人情 薛之謙 李榮浩 演員 柳德華吧 以前小時候的時候在六十幾台的時候 都會看到柳德華啊 周星馳啊 算是看港劇長大了吧 因為我小時候有玩溜溜球 但是沒有玩得很溜 如果選一個比較會玩的話 就是類似劍子那個 小時候國小的時候有劍子比賽 接下來可能會有越來越多工作行程 慢慢的作品會開始上來 所以請大家耐心等候 不要笑啊 時尚是可以笑的嗎 Hello 大家好 我是范范 我是黑人 我們今天要玩時尚 心臟病 只有1到6的時尚 1到7吧 對 然後呢 輸的要回答 Round 1 1 2 3 你手這樣的話會賴屁 4 你要抽嗎 贏的人可以指導輸的人 最high fashion的姿勢 好可怕的處罰 PASSION呢 只要有距離感 明明後面沒牆 感覺後面要有靠著牆 跟那種 你要假裝後面有牆 好不想看我 這樣 啊 表情要很時尚 不要笑啊 時尚是可以笑的嗎 好 微笑 微笑死對 黑額度很低的選手怎麼辦 有沒有罰球 Round 2 4 5 6 7 好啦 快點 曾經偷用過對方什麼東西 哇 這一題問的太好了 都是他偷用我的東西 指甲油 偷穿我高跟鞋 偷穿我演唱會的衣服 有時候我夜間的時候都會懷疑 Round 3 2 3 欸 你這差距離感 喔 裁判 黑人輸 你摸著你的兩句 來 張 所以受不了對方的一件事情 這件應該是我抽才對啊 怎麼就是你抽呢 我完全沒有任何人送不了的地方 最受不了他 在家不穿高跟鞋給我看 沒有人在家穿高跟鞋 我希望你不要穿 我明年的生日禮物就是希望你整天穿高跟鞋 然後 你就 keep dreaming OK 這就是夢想家 這也可以聽到夢想家 欸 印字入 你們可以置入台北時裝中 我可以 不可以 HIPERFASHION WEEK 10月4日 差不多10月13日 鳳香文化園區 市貿山館 你們沒看過要有雜誌嗎 還來得及 隨便去Seven翻一翻吧 不行 要買 要買 Dreamer 這一次呢拍攝封面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很多嘗試對我來說都是新的體驗 譬如說今天在拍攝的時候 第一次聽到的指令是 我是一棵樹 所以我們就開始在那邊跳舞 我給自己心裡的想法就是 我本來是一個小樹 是一個種子 我從蹲著開始慢慢發芽 到最後邊一個大樹 然後在中間可能遇到了一個颱風 水風搖曳 拍照最有趣的就是 你可以跟著自己心裡設定的東西 然後做出一些超越想像的表演 然後我覺得 當它把動態變成靜態的影像的時候 它其實雖然停在那一秒 但我相信出來的照片它是流動的 其實30歲對我來說就蠻日常的 也比較有能力可以去做自己心裡真正想做的事 然後思想上面我覺得也漸漸的比較成熟 可以為自己負責 所以我覺得我很享受現階段的自己 然後也很期待 40歲的時候的我會是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本來 每10年就是人生一個很大的關卡 像當時20歲的時候我記得 我很興奮 因為我覺得我終於是個大人了 然後現在30歲 我覺得我是個大人了 然後很期待 30歲到40歲的中間 我會有經歷過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然後會讓我變成一個更成熟的女人 哈囉L的讀者們大家好 我是十二月號封面人物昆凌 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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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會邀請很多朋友 然後在家吃晚餐 然後把家裡佈置的很有聖誕的氣氛 我覺得今年就是偶像年 就是遇到兩個我很喜歡的兩個大明星 一個是Federal 一個是Stephan Curry 就是網球跟籃球的 迷的就是他們兩個 然後今年都遇到他們本人 然後覺得非常的lucky 私底下的我覺得比較偏向於喜歡男生的 activity 因為像打電動啊 籃球 這都是我比較喜歡做的事情 對 對 誤解了 你都誤解了 大家都給我穿公主裝 我說可以給我穿個西裝 我覺得女生就是勇敢做自己 然後不要被社會太多刻板印象的 限制住自己 就是你想要是個怎麼樣呈現自己 你就大膽的釋放自己